绿色的大森林,清澈见底的小湖,重鸣鸟叫之声在耳边回荡,清新的空气令人忍不住地不断做出深呼吸。 在这绝美的画卷中,湖边的一块大石上端坐着一名全身白衣的少女,长长的黑发一直垂到湖水之中,她手里拿着一柄小小的木书,正在轻轻地梳理着。 看到这一幕,唐三呆住了,小五,是的,哪怕是不去看,唐三也知道这是自己的小五啊。 此时的她,就站在距离小五只有两米的地方。 突然,小五侧过头来,充满美感地挽起自己的长发,披在身后,露出她那毫无瑕疵的精致容颜。 看着唐三奄然一笑, 哥,你知道吗? 知道什么? 唐三瞎意识地问道,小五眼中充满了快乐的微笑, 妈妈说,女孩子的头一生中只能让一个男人梳理,你愿意帮我梳头吗? 愿意,我当然愿意。 唐三迫不及待地回答着,浓烈的爱意瞬间充满了她的心。 此时,在她的心中已经再容不下任何东西, 能够为小五梳头,和她在一起过着快乐的日子,那是唐三内心之中最渴望的事。 小五翘脸微红,给她那动人的娇颜上更增添了几分艳丽的色彩。 羞涩地轻轻抬起手中木书,有点不敢去看唐三,轻声道, 给你,抬起手,唐三想要去接那木书,但她的手却停在了空中。 这是幻境,眼前的一切都是幻境,我怎么可能和小五在星斗大森林中央的湖边呢? 虽然这是精神世界,可是,如果自己上前一步去接下木书, 那么,很可能就是现实中的自己也迈出了这一步,离开了那平台的中心。 如果唐三此时能够施展任何一个魂迹,他都有拿到木书的把握, 可是,在这精神的世界之中,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 但就算是这样,唐三心中也充满了对小五的爱意, 在他的七情之中最难克制的就是这个爱字。 在他心中最为脆弱的也就是这个爱字,可以说这是他最大的破绽。 哪怕明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幻境,唐三也无法硬起心肠拒绝面前的小五, 只是呆呆地看着他,一动不动。 半晌,小五缓缓抬起头看向唐三,他的目光已经变得有些呆滞, 晶莹的泪珠围绕着眼圈转动着,他没有去看唐三, 只是看着自己递出的那柄小小木书, 他的声音在哽咽中带着几分颤抖。 哥,你不愿意为我梳头吗? 不,我愿意,我愿意。 浓烈的爱意冲破了理智, 唐三情绪激烈地呐喊着,他怎么忍心看着自己的小五伤心呢? 哪怕是幻境中的小五,他也根本无法拒绝。 海神岛,海神山,海神殿。 海神斗罗·波赛西献祭了自己的生命, 才为唐三开启了通往传承之地的大门, 这所有的一切也同样都看在史莱克六怪眼中。 他们的身体被金光吞噬着,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浓郁的能量不断从那扇门中涌出, 再通过他们所在的平台浸润他们的身体。 而与此同时,他们六人的精神力也融为一体, 与那赤金色火焰燃烧着的光门连接在一起, 成为了光门持续开启的宝藏。 海神神殿不像天使神殿, 有专门来往于传承之地的门户, 千道流的献祭也和波赛西的献祭不一样。 千道流的献祭只是为千刃血打开这扇门户, 只要千刃血完成天使之神传承, 自然就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启门户返回。 而波赛西不但要打开通往传承之地的门户, 同时也是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这扇门户。 如果门户关闭了, 那么就算唐三成为了海神, 也将永远无法回归人类世界, 只能留在传承之地。 因此,海神传承的时候, 就需要有六个人来维持这扇门。 本来,在海神的安排下, 这应该是齐圣柱守护斗罗来完成的, 但是波赛西却知道, 史莱克六怪和唐三一新, 也通过了至少是黑级的海神考核, 虽然他们的实力略微弱一些, 但他们的精神力却丝毫不比海神齐圣柱守护斗罗差。 由他们来进行守护, 效果会更好。 当唐三进入传承之地那一刻起, 史莱克六怪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他所有的行动。 他们的视野也伴随着唐三一起进入那传承之地, 甚至连唐三精神上的变化, 他们也同样能够看到, 这就是维持这扇通往传承之地大门所得到的好处之一了。 能够观看神旨的传承, 对于他们未来自然会有莫大的好处。 他们眼看着唐三破开海神神殿外的阻隔, 进入神殿内部, 也看到了真正的海神。 当然, 随着唐三开始传承, 他们的视野也进入到了那金色的世界, 不可能留在海神神殿中看到那两位神的对话。 在唐三闯第一关的时候, 众人还为他捏了把冷汗, 但随着唐三想通了通关的诀窍, 连过四关, 众人也渐渐放松下来。 唯一还处于情绪紧张状态的就只有小五, 倒不是因为他不放心唐三, 而是大明对唐三的提醒, 令他心中伤感, 所以他的情绪还是紧绷的。 此时, 六人的视野都沉浸在唐三所处的精神幻境之中, 也完全能够看到, 听到这幻境中唐三和小五的对话。 在戴木白、奥斯卡等人看来, 这个幻境对唐三根本就没有一点难度, 他前面的关卡都轻松通过了, 又怎么会想不出眼前的一切并不是真实的? 这小五也只不过是个幻影而已啊。 当唐三呐喊出声的时候, 除了小五以外, 戴木白、奥斯卡、马洪俊、宁荣荣、 朱竹青都不禁呆住了,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, 聪明绝顶的唐三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冲动, 过不了这七情的第五关。 唯有小五此时才真正明白唐三的心, 他是不愿拒绝我呀。 尽管幻境是假的, 可是在这幻境之中所呈现的却完全是真实的内容, 甚至包括这书头的来源都是真实的。 情绪受到海神神力影响的唐三, 内心中的爱意完全奔涌而出, 理智终于被感情冲破, 爱之遗子, 令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进行海神传承。 面对如此情景, 尽管在那浓郁的金光包裹之中声不能动, 但小五还是全力地嘶喊着, 哥, 那不是我, 那不是我呀。 小五的声音在海神殿内回荡, 也唤醒了呆日中的史莱克五怪, 但他们谁都知道, 小五的声音是不可能传到那个世界去的。 小五那声嘶力竭地哭喊, 也令他们的心都沉到了谷底。 要是不能通过海神传承, 小三就完了。 但是, 答案往往不是绝对的, 就在他们以为唐三真的完了的时候, 幻境中的唐三却停下了前进的脚步, 一瞬间他低下了头,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的右臂, 唐三眼中浓烈的爱意没有消失, 但却已经转移了目标。 是的, 他听到了小五的声音, 哪怕只是在内心深处听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呼喊, 而且他听到的也只有其中的四个字, 那不是我。 可是, 这已经足够了, 小五的嘶喊拯救了唐三, 他听到了他的声音, 是啊, 面前的幻境再像小五, 他也不是我的小五, 我只能为我的小五而梳头, 而不是他。 所有的幻境轰然倒塌, 当唐三回到海参传承的金色世界时, 他立刻看到, 一个蓝金色的骷髅头骨出现在自己面前, 其中隐约透出的光芒正是当初与海参之心一模一样的光芒啊。 连唐三都不知道, 他之所以能够听到小五的声音, 并不是因为小五的嘶喊有多么用力, 而是因为他与小五之间的心灵感应。 心灵感应是确实存在的, 譬如双胞胎之间, 常年的夫妻之间, 父子等至亲之间, 都有出现心灵感应的可能。 而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心灵感应, 自然是因为当初小五为他的献祭, 尽管小五的魂环和魂骨, 唐三都已经归还了他,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 两人曾经真正意义上的融为一体。 在这种情况下, 小五的灵魂与唐三的灵魂产生了一条无形的桥梁, 面对唐三产生的危机, 小五声嘶力竭的呐喊中, 这道桥梁为他们传递了细微的声音, 尽管只是一瞬间, 尽管是在不同的世界, 但还是唤醒了唐三, 让他从最容易露出破绽的七情, 第五情, 爱之一字中挣脱出来。 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, 体内魂力不规则地高速运转着, 看着自己的右臂, 回想着刚才小五那微弱而焦急的呼唤, 一股暖意, 弥漫心间。 尽管他在魂骨玻璃的痛苦中备受煎熬, 还要承受精神上的不断考验, 但小五的呼唤声, 却令唐三的精神力凝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, 也伴随着他从着第五观中冲出, 唐三的皮肤表面出现了一层淡淡的蓝金色, 消耗的体力似乎恢复了些许。 海神的传承是不会停止的, 当那蓝金色如同水晶一般的头骨伴随着第五平台飞回本位之后, 第六个平台又已经飞了出来。 这一次, 那只剥离魂骨的手变得极为巨大, 金色的大手直接出现在唐三正面一米处, 骤然做出虚抓的动作。 就是这看似简单的动作, 唐三却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要被剥离似的, 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一瞬间充斥在他体内的每一条神经之中。 毫无疑问, 躯干魂骨是所有魂骨中最大的一块, 也是标准人体六魂骨中最重要的一块, 它的剥离自然会产生出无与伦比的痛苦。 全身的肌肉、骨骼就像是都凝在了一起似的, 那庞大的神力根本就不是唐三所能抗衡, 因为躯干魂骨的玻璃, 剧烈的挤压、拉扯, 令唐三蹊跷中同时流出了鲜血, 就像是七条小蛇一般流淌而下。 只不过, 唐三那原本是金色的血液中, 此时已经染上了淡淡的蓝色, 由最初的金色度过赤金色, 再进入到眼前的蓝金色, 海神的神指之力正在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唐三体内, 当然, 想要完成传承, 他就先要在这剧烈的痛苦中忍耐过来。 噗, 唐三鲜血狂喷, 眼前一阵模糊, 不, 绝不能就此认输, 唐三仿佛看到了深海魔晶王的嘲笑, 又仿佛看到了小五的交集, 咬紧牙关, 双脚紧紧扣住地面, 因为剧痛而用力过度, 以他那神级的骨骼竟然也承受不住, 十根脚趾, 除了比较粗壮的两根拇指外, 剩余八根已经全部断裂, 但就是这样, 也依旧狠狠地抠在地面上, 那么坚硬的海参传承平台, 竟然被他的脚趾硬生生地抠出了几个凹陷, 紫色的骨骼渐渐从唐三胸前出现, 虽然那只是魂骨, 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能量凝聚而成, 但感觉上却像是自己躯干部分的所有骨头, 都被抽离了身体似的, 而且亲眼看到更是带有极强的视觉冲击, 剧烈的痛苦令唐三忍不住立笑一声, 紧握的双拳猛然垂打在自己垮步, 扬起头, 长发在脑后飘扬, 也带起无数汗水和血水混合的液体在空中飞散, 就在他那长小声中, 体积最大的躯干魂骨终于从唐三身体剥离了, 他甚至还从未使用过这块魂骨带给他的技能, 躯干魂骨看上去是由脊椎连接着肋骨形成的, 通体紫色, 若在那飞到唐三的第六个圆形平台上停下, 深海魔精王的虚影浮现在骨骼背后, 一股强烈的恶念突然从唐三心头冒起, 而出现在躯干魂骨后方的深海魔精虚影突然变得真实起来, 猛然后跃, 直接跳进了那金色的海洋之中, 猙獰的大笑声响起, 唐三真是要谢谢你呀, 给我送到了这传承之地, 这么多年来, 我一直没能完成的最后一步终于可以完成了, 这海神神旨之位还是由我来继承吧, 哈哈, 一边说着, 那跃入金色海洋中的深海魔精王身体骤然变换, 变成了唐三曾经与其相对时的人形, 双手一挥, 一个巨大的紫色漩涡就出现在了他面前, 已经盛放有唐三魂骨的六个平台, 顿时朝着他的身体周围飞了过去, 围绕着深海魔精王旋转起来, 就连那两个还没有吸取唐三魂骨的平台, 也有摇晃欲动之态, 怎么会这样, 唐三大吃一惊,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, 那深海魔精王确实是灵魂之力, 而且他的眼神也是一模一样, 同样的蓝金色, 开始渐渐浮现在深海魔精王身上, 不, 不, 历尽千辛万苦才走到了眼前这一步, 怎么能让深海魔精王得逞了呢, 强烈的憎恶感充满唐三心肩, 右手一挥, 将先前树枝飘浮在他身边的海参三叉戟抓了过来, 幽黑的三叉戟前指, 唐三怒喝道, 深海魔精王, 你竟然没死, 深海魔精王黑黑一笑, 双手之间的紫色漩涡变得越来越大, 那两个空着的圆形平台, 开始渐渐朝着他的方向飞去, 谁说我没死, 没错, 我确实是死了, 但你也太小看我这百万年积蓄的灵魂之力了, 就算被你收入到魂骨之中, 我的灵魂也不会被灭, 我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, 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临了, 哈哈哈哈, 我还要多谢这海参的传承才行, 现在这海参神之之位是我的了, 小子, 念在你将我带到这里, 等我成神之后, 重塑身体, 就留你个权势好了, 面对深海摸金王赤裸裸的挑衅, 唐三突然笑了, 手中举起的海参三叉戟, 缓缓放下, 重新竖起在自己身边, 淡然道, 不用再演戏了, 这对我来说是没用的, 约喜怒, 约哀句, 爱恶欲, 欺情句, 你这第六关考验的, 就是一个恶字罢了, 海神神力将我带到着真实的感受之中, 而且, 还是确有可能发生的情况, 从而更有代入感, 再加上直接对我情绪的影响, 确实容易让我上当, 可惜, 恶这个字并不是我的破绽, 哪怕是深海摩金王你的灵魂, 配合海神的神力, 想要阻挠我进行传承, 也不可能, 过了爱那一关, 我还有何畏惧, 眼前这一切, 不过都是幻境罢了, 别说你的灵魂, 可能脱离魂骨重新出现, 就算是你能做到, 你认为, 在这充满海神神力的世界, 在我的传承过程中, 还能容你破坏吗? 要是你的灵魂真的能够离开魂骨, 也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, 听了唐三的话, 深海摩金王突然脸色大变, 他身下的金色海洋突然奔涌起来, 一柄巨大的金色三叉戟, 从海水中骤然而出, 瞬间就穿透了他那灵魂之力凝聚的身体, 无比威严的声音在整个金色世界中响起, 妄图破坏传承, 少无射, 灵魂剥夺, 不, 深海摩金王充满惊恐的丝毫着, 可是, 在这海神传承的世界之中, 就算他的灵魂之力再庞大, 又能有什么作用呢? 眼看着他的身体, 就被完全撕成了碎片, 化为一道道紫光, 融入到先前从唐三身体上剥离出来的身体之上, 那块躯干魂骨也随之化为一条疯狂翻动的紫龙, 在圆形小平台上上下飞舞, 半晌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, 就像唐三那化为青龙的右臂骨一样, 漂浮在平台正上方, 看到这一幕, 唐三却愣住了, 一股寒气骤然从背脊出冒起,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, 先前的一切竟然并不是他意料中的幻境, 而完全是真实的, 那深海魔精王竟然真的是他的灵魂凝聚而成的, 否则的话, 就不会有他灵魂被破坏的一幕, 而是应该随着自己揭露出真相, 所有幻境全部破碎了, 深海魔精王, 好一个百万年魂兽, 果然强大, 后怕的感觉令唐三不禁有些心神摇曳, 他知道, 如果刚才自己没有走出恶念的话, 或许先前的一切就会成真, 深海魔精王真的有可能接替自己来继承海神神位, 先前在躯干魂骨被剥离时, 自己承受的痛苦那么剧烈, 恐怕也是由深海魔精王在其中作祟的因素在内, 自己的精神消耗越大, 他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, 六个圆形平台重新飞到唐三身体周围, 而第七次的魂骨玻璃痛苦也随之而来, 这最后的玻璃自然是出现在唐三的左臂魂骨之上, 感谢观看,